他这个没收 天津三星队开始 球又转移到左落 7号留意 这球没有停住 上半时的比赛已经进行了16分30秒 比分还是0比0 大连万达队呢没有射门 天津三星队有一次射门 天津三星队呢 他这全称是天津立飞足球俱乐部 三星队 所以简称是天津三星队 也有叫天津立飞队的 郭剑田 韩伯海这个标准的这种技术动作 两手下锤稳稳地站在那里 然后把这球高高地接住 4号朱晓东 邦达队还是比较稳 向前推 这个球传靠前了 后场任意球 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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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这名队员很年轻的活动范围比较大 前场任意球 前进三星队第二个前场任意球 6号卡洛斯 6号卡洛斯 球门球 大连万达队球门球 上半时比赛进行了20分钟 从整个场面上来看呢 大连万达队并没有占有优势 天津三星队呢 越战上风 到现在为止有一次射门 两个角球 两个前场任意球 而万达队还没有射门 天津三星队队员跑动很积极 所以万达队这个 周半呢是奔波在自己的中后场 所以前锋线上形成的威胁不很大 这样呢就更给天津三星队造成了一些进攻的机会 孙俊海17号 射门 球进了很漂亮 幻音高落 孙俊海右路陈底一角传球球 球进了 20分19分40秒 是孙俊海的一角传球 进球了还是8号王鹏 这一次射门 第一次射门 球就进了 过门是19分40秒的时候 非常漂亮 17号孙俊海的一角传球 8号王鹏直接一角射门 球走一斜线 这个当时呢施连志是站在球门的左边 我们看一下虫犯的办动作 站在球门的左边 这个回防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1比0 半大队暂时领先 这球进的线路很清楚也很轻松